嗯 羽龍路的羽龍是誰? 位於士林觀底附近的羽龍路 一邊在芝山岩東炮台旁 連接的是很多市民運動的報道 也就是外商溪的這一頭 下了天橋就是羽龍神間市場 馬路旁邊規劃的停車位和車道垂直的非常特別 附近的商家主要都是區域型的服務 例如小食、水電、藥房等等 羽龍路的羽龍是誰? 蔣介石曾經說過 如果羽龍不死就不會失去大陸 是誰這麼有本領 令蔣介石說出這麼感慨的話呢? 他就是軍統特務頭子 戴粒至羽龍 台灣的羽龍路 羽龍國小 即是以他的名字來命名 戴粒出身浙江巨族 大士家族家境曾經非常好 不過後來家道中落 戴粒便離開故鄉流浪 經人介紹下入了黃埔軍校的第六期 起初戴粒並不是做情報工作 踏入軍旅的時間比較遲 也不是蔣介石身邊的人 而是偏列在騎兵營 後來在密查組跟隨胡靖安 開始接觸情報工作 才逐漸成為蔣介石身邊已重的核心人物 西安事變之中 戴粒也曾經飛去西安見身陷險境的蔣介石 和戴粒密不可分的軍統 全名是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 因為戴粒資歷太淺的關係 蔣介石為了方便戴粒領導 初頭是被賀耀祖擔任局長 戴粒為副局長 不過實際負責人仍然是戴粒 賀耀祖只是掛個虛名而已 外部組織結構軍統局 下核六處三室 外部設有區、站和組等等 在海外包括東南亞和歐美國家在內 有不少軍統的情報斬 曾經估計軍統局全盛時期 內外職人員人數有五萬人以上 和軍統相關的武裝有二十萬人 擦反控制的偽軍就有八十萬人 大粒掌握這支力量十分驚人 情報攜襲軍統局的確是有奇能來 例如珍珠港事變 事前軍統局就掌握到相關情報通知美方 只是當時沒有被接受 事後美方參與中方情資 日軍出動的兵力、兵種和時間一一應掩 自此軍統的情報開始獲得美方重視 也促成了往後雙方 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的合作 擔任中美所主任的正正是大粒 為中美關係和抗戰做出貢獻 大粒本人也攀上了生涯另一個高峰 蔣介石為何對大粒的能力有這麼高的評價呢 正是因為大粒反共立場堅定 和他的軍統力量強大 也因此大粒在兩岸有截然不同的形象 大粒最初的情報工作 就是從偵察檢舉共產黨員開始 抗戰時期也不斷強調中共的威脅性 大粒曾經說過 敵人如果撤退 奸匪勢必著著進逼 戰後在軍統的會議大粒也談到 我們將來的敵人要比日本更難對付 你們千萬不能掉以輕心 之後局勢發展的確如大粒所預期 抗戰結束後 國共競商爭奪地盤 除了軍統人員之外 大粒掌控的中二九國軍 和反正的偽軍就扮演關鍵角色 幫助國民政府在大陸東南沿海城市 接收上搶佔先機 為戰後國共之爭取得優勢 長久以來 軍統雖然沒有辦法打入中共的核心 不過歷年來 軍統破獲了相當多共產黨組織和共諜 涉案陳級之高 甚至達到中將 對中共來說 大粒培養出來的軍統始終都是個威脅 這就是為何周恩來後來說 大粒之死 共產黨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谷 平心而論 當時國民政府在大陸的頹勢 有其複雜的原因加上而成 絕不是一個大雨龍可以挽救 但是大粒和軍統的存在 是會造成對中共更大的壓力 就肯定的 不過呢 1946年3月 大粒飛機事故來得太突然 就好像大粒身平充滿神秘色彩一樣 他的世世也疑點重重 甚至是指向被謀殺 大粒死後軍統局盛況不在 北九就改名保密局 編制大幅縮篇 而走入歷史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還有分享喔 deny巧 小蝦 說成長 aro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